如果提起大哥这个称号 大家第一个想到的肯定是功夫巨星成龙 但还有一个人是在成龙之前 大哥这个称号的霸主 他在拍戏时经常赌上姓名 只为完成几秒钟的特技效果 还成为驾车飞越黄河的亚洲第一飞人 他就是台湾演员柯寿良 在电影行业贡献巨大的他 唱歌方面也颇有建树 一首大哥成为经典京曲 传唱度流传至今 今天我们就来讲讲 已不做大哥好多年的柯寿良 在台湾生活的柯寿良 从小跟着父亲出海打鱼 常年的风吹日晒 使他拥有了一身有黑的皮肤 身边的人给他起了一个外号 叫小黑 也正是这个外号从此陪伴了他的一生 然而大鱼的生活让他悲感无聊 自己的志向也并不在此 于是他决定离开父母 独自去台北打拼 还通过自身努力 考进了电影明星学校 这次机会让他从迷茫中 找到了未来的路 开启了和父辈完全不一样的人生 柯寿良在电影学校一待就是五年 还培养了另一个爱好摩托车 并在台湾摩托车障碍赛上拿了冠军 这时的他怎么也不会想到 未来自己会靠这个爱好一战成名 从学校毕业后的柯寿良就来到了香港 正式开始踏足演艺圈 因为没有知名度又没有后台 他只能从场际和武师做起 说白了就跟跑龙套差不多 干着最苦最累的活 却拿着最少的钱 为了挣更多的钱养家 他将目光描向了片丑很高的 特技演员身上 那个时候拍戏的设配和技术并不先进 荧幕上各种跳楼和飞车的镜头 都是演员或者专业替身 实际做出来的 而柯寿良正好喜欢摩托车和刺激的特技 虽然危险了点 但总比跑龙套成名的机会要大很多 于是就此 他成为了各个剧组特技演员中的一员 不过特技演员一般都露不了脸 只有在需要特技信头的时候才会出现 也因此 柯寿良始终没有展露的机会 1982年曾志伟导演的最佳拍档中 终于有让柯寿良有了展露头角的机会 有一个镜头需要演员骑着摩托 从二楼穿透玻璃 再安稳地落到地面 刚开始找的是一个国内一级摩托车手 但他当场就拒绝了 还说这是非死即残的活 剧组没办法又找了一些国外的特技高手 可到了现场都觉得这是不可能完成的动作 没人敢接下这个难题 无奈之下曾志伟想到了好朋友柯寿良 他抱着适适的心态请他出演 却没想到柯寿良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他 为了完成这个动作 柯寿良在片场不断练习 但始终达不到理想的状态 曾志伟也有了改剧本的念头 但为了不让曾志伟失望 柯寿良决定放手一搏 好在功夫不负有心人 完美地完成了破窗落地的动作 不但拍摄出来的效果非常好 甚至比一开始设计的还要精彩 自此他一战成名 柯大胆的称号也由此而来 这部戏之后 柯寿良从幕后变成了演员 在红金宝的快三车中 还担任特技指导 里边成龙驾驶快三车 飞越马路的尽头 就是他完成的 随着名气越来越高 他面对的挑战也越来越危险 在成龙和曾志伟导演的电影 龙兄虎地中 他驾驶车辆飞越了 75米宽的六车道高速公路 即使是身为武打戏顶端的成龙 都对柯寿良竖起了大拇指 认为自己拍摄时吃的一些苦 跟这些比起来并不算什么 而柯寿良也慢慢的 从表演特技变成了迷恋特技 开始尝试各种不可能完成的表演 骑着摩托飞越长城 不达拉宫 香港码头 以及70米宽的双向高速公路 其中飞越长城还被载入了吉尼斯世界纪录 柯寿良成为了历史上第一个飞越长城的人 但这也只是他特技生涯中的开胃菜 真正是他名震世界的 是飞越黄河虎口瀑布 1997年6月1号 为了纪念香港回归中国 柯寿良做了一个令人无法相信的决定 他准备驾驶赛车飞越黄河来庆祝中国的统一 这件事宣布后引发了巨大的热论 很多人都觉得这是不可能完成的 柯寿良还被人当成傻子 而他为了完成这个挑战 推掉了所有影片 还卖掉了房子筹钱 准备破釜沉舟奋离一搏 可就算这样 资金问题还是杯水车薪 光是测试就花光了一大半的钱 就在他为钱苦恼时 初创凤凰卫视的老板刘长乐 决定赞助他飞越黄河来拿到转播权 柯寿良想都没想就同意了 资金问题解决后 他再也没有后顾之忧 到了6月1号那天 凤凰卫视的直播受到了全国人民的关注 现场的观众也达到了10万余人 就连刘德华 曾志伟等众多好友 也到场为他加油 准备工作结束后 柯寿良开着白色的跑车 毅然全然的踩下油门 跑车如离闲置舰一般冲向跳台 仅用了两秒的时间 在空中划过一道完美的弧线 成功落到黄河对岸的缓冲台上 现场观众顿时热血沸腾 纷纷为他欢呼呐喊 那一刻柯寿良的名字彻底想吃全国 他完成了自己的梦想 也送给了香港回归中国的礼物 创造了历史 被人誉为亚洲第一飞人 柯寿良不仅是名出色的特企演员 还是一名歌手 刘德华写了一首奔小孩 将自己二十多年来的经历与感情 都写进了这首歌 还邀请柯寿良和吴宗宪一块演唱 这首歌出事后一名惊人 在第二十一届十大中文金曲上 拿到了优秀国语歌曲奖 此后柯寿良也开始在歌唱的道路上 越走越远 第二年他便发布了自己的第一张专辑 再次征服 其中大哥一曲瞬间火爆全国 传唱度更是流传至今 现在我们在看到大哥这首歌曲的MV 更像极了他的一生 柯寿良在现实中也被很多人称为好大哥 他为人仗义 性格豪爽 只要朋友需要帮忙 他都尽心尽力 从成龙和曾志伟的电影特技中 就能看得出来 尽管拼上自己的性命也不害怕 柯寿良曾说过 只要黑哥有需要 无论什么时候都会去支持他 可就是这样一位爱国有情有义的人 却没能安享晚年 2003年12月9号 他在好友家中因酒后引发哮喘 永别人事 年仅50岁 大哥的突然离世 使家人一度丧失了生活的希望 因为家里除了有一套暗街的房子 没有任何存款 虽然柯寿良入行多年 但飞越黄河花光了所有的积蓄 他去世之后 妻儿甚至无力为他举行葬礼 据说张修友知道后 马上拿出了一笔钱帮助了他们 葬礼当天更是来了200多位明星前来吊焰 众人也纷纷慷慨解囊 刘德华后来也举办了纪念演唱会 将演唱会收入全部给了大哥的妻子 让他们可以正常维持生活 然而这些情谊并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淡忘 多年后 大哥的女儿结婚时 张学友和刘德华两位天王 以娘家人的身份护送出门 以父亲的名义给足了女儿底气 可寿良去世这么多年 身边的好友还能逮他如初 这应该是他最值得欣慰的事情了吧 至今大哥离开我们 已经18年了 他在影视歌曲方面留下了许多经典之作 飞车特技更是无人能够超越 亚洲第一飞人会永远留存我们心中 最后要祝大哥 永享极乐 好了 以上就是我们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如果有想了解的人物故事 欢迎评论去留言 让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我们先老咯 所以我们先快做老德华 下个许多叫老家 三个许多